新闻股市财业趋势 掌握理财脉动 大家一起发发发 欢迎收听财经一路吧 我是阮木华 我们今天礼拜二 是我们生活与财富的单元 我们今天生活与财富 要跟听众朋友谈一个 大家很常见的问题 也就是五时间 我们蛮多听众朋友 可能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 肩颈酸痛或是说肩颈 有问题的人非常的多 包括我自己也是的 我的右手就弯不太到后面 我觉得我有可能有五时间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来谈这个话题 我们今天现场来的专科医师 包括我们专科医师 也非常推心的带来了 应该讲说model 我们的护理同仁 现场来帮我们做示范 所以听众朋友 现在可以上我们new98官网 我们的脸书粉丝团 您可以看到 等一下许医师会来帮大家做示范 亲自的讲解 五时间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今天主题叫做 自己的肩痛自己救 我们讲说自己的国家 自己都秀 现在是自己的肩痛自己救 我们请到的是 富建科医师许嘉玲 许医师在我们节目先上 许医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还有您的同仁 对不对 等一下要帮我们做 亲身示范的 许医师之前是在医院服务 现在自己开诊所对不对 对现在在诊所服务 OK好 徐医师你肯定要稍微靠近麦克风 这样我们声音会比较好 好那 徐医师您是 富建专科医师 是 好那现在目前国人 普遍都有肩颈的问题 对 这个您看到最常见的肩颈问题 有哪一些 一般常见就是那种 颈椎神经的压迫 退化的关节炎 那如果是肩膀的部分的话 也有这种肌肉拉伤 肌肩拉伤 那50肩的话 在我们肩颈痛 大概只占不到一层 但是它会是一个比较慢性的问题 OK 长期的时间比较久 所以肩颈的问题非常多 面相非常广泛就对了 对 我们整个肩膀的 如果是肩颈痛的病人来 我们肩颈诊断 大概有24个 那50肩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已 24分之一 20分之一 但是它占比大概是一层 大概一层 就10个人里面 大概有一个是50肩的问题 对差不多 好那我们今天要比较 focus在50肩这个议题上面 对对 因为许医师出了一本书叫做 尖痛自己救 是 自己的尖痛自己救 听众朋友可以看到 我手上拿这本书 就是由这个时报出版所出的 许医师的专著 自己的尖痛自己救 我觉得这个标题 这个书名取得蛮好的 马上想到自己的国家自己救 对不对 蛮顺口 那问题是自己的尖痛 自己真的能救吗 我们自己有解决的方案吗 这个关键到底在哪里 就是一般 如果是都不运动的话 反而肩膀并不会比较好 所以在四五十岁的人 他并不是因为运动拉伤 才造成他的肩膀问题 对 那常常需要做的 反而是一些居家的自我检测 自我的运动等等的 所以自己救 其实就是在家里 自己执行一些好的伸展运动 跟比较安全的附件运动 好 这个伸展其实是很重要 对 这个伸展 我们节目也谈过很多次 就是说 你其实你越伸展 你的身体越柔软 有一句俗语 就是有一句老人家讲的 什么金长一寸多活十年 真的是这样吗 金长一寸可以真的多活十年吗 身体柔软真的对我们的寿命长短 有这么关键吗 我觉得应该是说 如果常常做伸展运动 或是做这种有氧运动 可以很好的增加我们的心肺功能 所以比较有在运动的人 不管他从事的是哪一个方面的运动 他的血液循环比较好 的确在我们的肌肉关节的部分 一方面他的血流量比较高 他的养分比较多 他就比较好的去修补 那第二个是我们的关节的部分 你有在活动的话 他的关节液 那些玻尿酸这些组织液等等 他自己会产生 所以不需要一直去吃很多的保养品 反而自己运动产生的玻尿酸 也许比吃的还要多 比打的还有用 比打的还有用 打这个就是下下策 那个是等于不够才去补充的 其实我的运动 我有找一个教练 做一些健身房的运动 他跟我讲一个观念 我觉得蛮受用 他说其实很多人在健身房 不太喜欢练腿 他因为练腿很辛苦 但是他个人觉得腿非常重要 我问他为什么腿非常重要 他说因为你心脏要好 你的腿一定要好 他跟我讲一个观念 他说你的腿的肌肉 如果强劲的话 腿强的话 基本上通常你的心肺功能都会好 对 因为他讲说腿是会把我们的血液压回来心脏 对 因为其实腿部的肌肉群 大概是我们身体里面 大量的肌肉是在腿部 那腿部的肌肉有力的话 比较不容易造成这种循环不良 而且其实练腿的时候 通常会练到一些腰椎的动作 这时候我们的腰椎比较稳定 上半身在做动作 拿东西搬重的时候 就比较不容易拉伤扭伤 我觉得这是蛮基本的 以前我曾经去参加过一个这种三天两夜的这种国外老师来教的这种运动员的专业的训练课程 结果他里面有一整个下午都在教我们怎么样练下肢的肌力跟腰部的肌力 而且他的运动员教的是这些什么棒球 然后短跑什么 但是他说不管哪一种运动 其实你的下肢跟腰椎强壮是所有运动的基础 我觉得是蛮有道理的 听众朋友如果你有肩颈的问题 我们今天不是要来谈下肢了 当然这是附带提到 如果你有肩颈的问题 您可以在我们酒吧官网上留言 我们现在目前正在直播 您可以在上面来问许嘉林许医师 许医师专业的附健科医师 在医院待过 然后现在这里开诊所 很有经验的 那五十间既然是只占一层 你的病患的一层10% 为什么你会针对这一层的病人 去写了这本专书呢 因为大概百分之七八十都是肌肉的拉伤 而肌肉拉伤你有到医院也好 没有到医院也好 其实他自我愈合的能力是很高的 只要不要再受伤的话 肌肉拉伤的 对肌肉拉伤就占了绝大部分 我们年轻的时候打球都可能肌肉拉伤 对啊 那治病的方法就是回家睡两天就好了 所以肌肉拉伤不是太大的问题 但是五十间是一个会影响超过半年以上 而且他有一个很令人令病人痛苦的是 他不是只有活动中会痛 他连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在痛 那我活动我可以避开 我可以用另外一只手 我可以用其他的动作去带场 可是睡觉会被痛醒 这样子睡眠不足 两三个礼拜就铁人也受不了 所以他是这么严重 睡觉都会痛 那我应该不是五十间 因为我睡觉没有痛 对如果睡觉不痛的话 大概就可能是肌肉的问题 或是他已经进入到比较后期的沾黏这样子 好 那五十间的标准定义是什么 你怎么确诊 就是没有其他骨头方面的问题 单纯是关节囊沾黏住 让我们的角度不能够活动 OK 您有带那个图板来吗 对不对 我们就图板来讲 听到没有 我许医师今天非常贴心 不过这个是一瓶准备的就对了 对对对 好一瓶很贴心的帮大家准备了 这个 就是 来我们人体关节的图 那许医师您就这个人体关节图来先跟我们详细讲 对就是在这边有一个比较有讲话关键 就是一般我们骨头周边就是肌肉 那中间就是有一些韧带跟肌腱 我知道这边肌肉手背这边肌肉很多吗 对对对 什么二头肌三头肌什么的 对因为我们的肩膀是整个全身关节活动度最大的地方 那又要活动又要不脱臼 那就要靠很多的肌肉跟韧带把它拉住 所以它有一个很好的稳定度的支持 那在这外层的地方呢 有一个我们所谓的关节囊 就是把它包住 然后里面就是充满了关节液 让骨头在里面转动 中间硬骨跟硬骨中间隔着一个软骨 然后旁边充满了关节液 这其实很类似我们一些机械的构造 这样子就比较不容易引起摩擦的疼痛 那所谓的沾延就是 润滑的部分 那我们骨头可以很顺畅的运作 很顺畅的运作 关节很顺畅的运作 对 那所谓的沾延就是 比较深层的组织卡住了 那所谓的器械拉伤 器械拉伤就是比较外围的组织受伤了 大概是这样子 沾延的是 所谓的沾延是 你说是深层的卡住 深层的 就是在硬骨跟软骨旁边的那一层组织 就是我们所谓的关节囊 那我们过去有一个关键词叫筋膜呢 筋膜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筋膜是在我们的肌肉外层 在皮肤跟肌肉之间的一个组织 那筋膜眼的话 有时候也很难好 但是它的活动度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它主要是疼痛 疼痛是蛮明显 好 那我们一般过去想说 拉筋拉筋 它到底拉的是什么筋 拉筋一般我们拉到的 其实还是肌肉的部分 因为肌腱带这些组织 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弹性 但是你要把肌肉的地方 把它维持它的弹性 它就比较不会拉到深层的组织去 我懂你意思 就是强健你的肌肉组织 它就不会深层 深层的部分就不会受伤了 对肌腱或是韧带 有点像是胶带 你用力拉它是会裂开的 但是肌肉组织 它比较像是橡皮筋 你常常有在用 它就比较不会硬掉 所以它是有弹性的 好 那五十肩是怎么造成的呢 就是深层的组织 跟骨头之间就卡住了 有点类似深层的感觉 所以它是属于深层的 深层组织 所以自己在已经卡住的状况 肌肉组织 有时候就会蛮痛苦的 因为会蛮痛的 因为软骨是蛮敏感的 比如我举个例子 我手背凹不太过去后面 这个算是什么样的问题 这也算是五十肩的一种吗 还是说它只是其他的问题呢 就是角度卡住 如果只有一个方向的话 这时候就有可能是单纯肌肉的问题 或是我手举起来会痛 有些人手一举 就发现肩膀这个地方会痛 那是什么样的问题 这就不属于五十肩是吧 单一方向性的疼痛 比较偏肌肉跟肌肉的问题 那五十肩的角度卡住 我们有个简单的检测方式 那可以请我们的助理来示范 我们护理师要亲自上场 我们今天有亲身示范 对有三个部分的角度 我们可以做测试 一个是我们手 靠近一点这样 一个是我们手 就是垂直往上 那可以贴到耳朵的话 左右手都一样吗 左右手都一样 OK好 听到没有现在看我们现场直播 我们现在有 有这个直接可以看到人体失败 对那这样子的话 就表示我们一个方向性是正常的 等一下您再讲一次 左右手可以直接贴到耳朵旁边 对就是直接手取下来 可以贴到耳朵旁边 不需要去做代偿性的动作 那这是第一个 什么叫代偿性 可以讲清楚一点 就是这样 有的人说这样也可以 但这其实是头歪过去 其实不是手取起来 耳朵靠近身背 这个叫做代偿性动作 对就是头在那边摆去 或是腰在那边扭扭去 那个就是代偿性的 好 所以说我们这个护理师非常标准 就是已经很贴了 对不对 对但是躯干跟头都是直直 那我这样算标准吗 这样子算标准 OK 不过满费力的 对就是有点点紧绷感 有点紧绷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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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第一个动作是这样 对不对 听众朋友试一下 你的左右手举起来 是不是很轻易的可以 很自然轻易的碰到你的耳朵 而不是说你的耳朵去靠手背 对也不会疼痛 也不需要用力 不会疼痛是关键的 如果你举起来这样很疼痛的话 那就是有问题 那就是有问题 那第二个是我们的手摸到对侧的肩膀 手掌可以整个贴合我们的肩胛骨 超过我们的肩膀的中线的位置 手掌的部分 手掌可以整个贴上去 就是大概手掌的一半 手指的根部 可以贴到我们整个的肩胛骨 ok 那而且这个事情是也是一样 不会疼痛 不需要用力的 那如果会有疼痛呢 那就是角度可能略为有受限的 表示是有用力才做得到 好 那正常的关节是不同 我们护理师看起来非常轻巧 非常轻松 对 那我就有点吃力 我右手 我知道我右手有点问题 那我左手就很轻松 就很轻松 对这样子就是正常的 那要不要尽量伸展到很后面呢 其实你只要手掌能够整个贴肩胛骨 就已经正常 那有的人也许多一点少一点 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ok 不需要把它贴得很痛 就是你可以很轻松贴上去 ok 这样就是合格 好 那这是第二个动作 这是第二个动作 那第三个动作就是往背后的时候 拇指可以碰到我们肩胛的中段 肩胛骨中间有个比较翘起来 吐吐的位置 因为我们拇指可以很简单的就碰到这边 诶 许医师我这样标准吗 诶 这样子还ok 就是差一点点 差一点 可能衣服外套也有 我已经蛮吃力了 对 差一点点 那我这样子 我这样的动作的时候 许医师我右边的这个地方 会有一点点痛 是有舞时间吗 其实你这个肩膀 右側的话有一点点 比较角度比较少 因为你往后的时候 其实肩胛骨是往前的 对 这个是已经代常动作是有 就正常的话 可以摸到肩胛的状态底下 完全肩膀是平平的 不需要往前 往前傾的话 那个角度最后的是 靠肩胛骨去转过去的 好 其实三个动作 我觉得这个动作最难 对 最后这个是很多人觉得 比较困扰的 ok 大概差15度而已 其实有五时间的人 大概就没有办法做这个动作 是吗 如果三个动作都觉得 做起来会痛 或是做不到的话 那有90%的几率是有五时间 好 所以听众朋友 你有没有五时间 你先 现在就可以用这三个动作 来测验一下自己 好 那 怎么样叫确认 这三个动作 怎么样确认叫做有五时间 就是说你第一个做不到 第二个你做的时候 可能很疼痛是这样 对对对 就不是很轻松的做到的 好 那有五时间怎么办呢 当您确认这个人有五时间 就靠这三个方法就可以确认吗 还是说我们还有更多的 医理啊 或是病理的确认方式呢 就是这三个都有的话 那有90%是有的 那要确认 确定诊断的话 那还是要到医院 请医生确定诊断 那只是说如果三个都有的话 那至少做一些伸展运动 是不伤害性的 就是在家里可以开始 从事一些肩膀的伸展运动 但是如果疼痛的时间 超过一个月以上 应该还是要寻求医生的诊断 好 这个复健跟骨科是两回事嘛 对不对 这个您说寻求医生的诊断 在医院应该是 主要是讲的骨科的部分 其实两科都可以 骨科跟复健科都可以 所以说比如说神经外科之类的 您会建议就诊的程序是什么 我一般如果是四肢关节的疼痛 如果是很明显的外伤 比如说我刚刚就是跌倒 或是我是车祸的 那这样子的话到骨科或是到急诊 这是很合理的 走外伤的部分 对 那如果是慢性的疼痛 超过三个月以上的 那其实你直接到复健科 可能会比较快的去执行 现在其实很多Case 也会转诊到复健科去做复健 OK 所以两种不同的Case 在肌肉关节的部分 这两边都是OK的 好 那五十肩的成因是什么呢 最主要什么样的原因 会导致了五十肩这样的状况 其实主要还是身体修补速度下降 就是年纪大了 所以五十肩的五十 就是因为五十岁这样的意思吗 对 还是其他的意思 就在台湾 因为是四五十岁的人最多 睡觉的五十肩 那在大陆叫做肩周眼 在国外叫做冰冻肩 他们其实就是肩膀周边都会疼痛 他不是只有一个点 那冰冻肩的意思就是他是慢慢的 而且好像没有办法阻止 越来越硬 这种是冰冻肩 那五十岁左右发生率 是比较会有感觉的 其实是年纪越大当然是越多 但是五十岁的时候 因为还很多的社会 家庭的工作要做 所以这时候角度疼痛 会变得很影响生活 OK好 那有些人他就会去吃止痛药 对不对 对 那或是说他自己去买一些消炎药吃一吃 或是说他我就去冰敷热敷 或是拿什么贴布啊贴一贴啊 这个是很常见的 自我疗法 对不对 那你觉得这些自我疗法有效吗 还是说他会让五十肩的问题越加严重呢 因为肩膀里头80%以上 都还是肌肉的问题 所以这些方法大概有80% 你就可以获得缓解 如果是肩膀的疼痛的话 但是止痛药或是热敷或是贴药布 其实不应该超过两周啦 如果两周后还在痛的 那应该要考虑其他问题了 如果一个月还在痛的 那应该要到医院去就医了 因为保释问题应该不是那么简单 好那五十肩是不是可以靠这些方式 根治呢 应该是不行了 对不对 在西医这边来讲的话 主要目前就是三个治疗的方式 第一个就是做复健运动 那大概六个月左右 有一大部分的人就会好了 那第二种就是做一个比较微创式的 我们在做这种扩张 就是用身体食盐水去把沾脸的位置把它撑开 这大概有九成的效果 这就要手术了嘛 对不对 这个还不到手术 微创手术 没有没有 这只是在门诊做的医疗处置 其实就是打一个针而已 门诊就可以直接做了 对用超音波导引去在关节沾脸的位置 用水把它撑开 OK 那这个是医疗永逸的方法吗 这个复发率蛮低的 大概三百分之一 三百分之一 那肯定很有效了 就是大部分好的就OK了 股之间复发率很少 好 这是第二个 还是第三个呢 第三个就是到骨科医师这边来做手术 那手术有两种 一种是麻醉底下 一次性的把它做伸展把它拉开 叫做麻醉下的松动术 那第二种是内视镜手术去清除沾脸的位置 这样子 好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 如果说打一针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话 而且再发的几率不高 那为什么要去花六个时间做 六个月时间做复健呢 对不对 我不是挑战您复健科的味道 没有这个意思 我是想到效果 效果跟效率的问题 那因为毕竟复健它还是分心 徐医师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听众朋友您要听我们广告之间的对话 您可以继续看我们的直播 好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今天我们礼拜二固定这个时间 是生活与财富单元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复健科的专业医师许嘉玲 许医师在我们节目现场 许医师最近出了一本书 就是时报出版所出 我们现在有直播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上我们new98官网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 我手上拿这本书 就是许医师的专著 叫做自己的肩痛自己救 你的肩膀保固期只有40年 所以到了50岁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有50肩的问题 这个的确50肩就是因为 我们年纪到了一定程度 我们的自体修复能力变差了 对不对 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读大学的时候 打篮球受点伤 可能两三天就好了 睡一觉就好了 可是你现在受点伤 你可能就不会好 对 这就是人嘛 人就是这样子嘛 人的自己修复能力 随着年纪就减弱了 会比较弱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所以说到一定的年纪 你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身体 要保养 对不对 我们今天现场有直播 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的 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 我等一下会请许医师 来帮听众朋友做答复 在许医师答复我们 听众朋友的问题之前 我们刚刚上一段那个问题 还是请许医师来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说如果说打一针 那个注入那个一些议题的话 可以让我们的那个五十肩的问题改善的话 那我们为什么要花六个月的时间去复健 对 因为复健治疗他 他还是一个好处 就是他是非侵入式的 非侵入式 所以他他可以兼 因为任何的侵入性治疗 他还是有初学 还是有感染的风险 后遗症 就是有这个危险性 跟手术有麻醉的风险是一样的 就是侵入性治疗 有他的考量点 那当然也有一些医学的文献 考虑可以把这个扩张的时间往前提一些 不过目前我还是会请病人先去做复健 至少做一两个月 如果有明显的改善 那就继续以复健为主 那真的是没有办法靠复健来进步了 那只好做一点侵入性治疗 这样子 侵入性治疗就你刚讲后面两种 一个是打一针 对不对 另外一个是做手术 手术把它撑开 麻醉 麻醉 麻醉底下把它拉开 或是用内视镜去把它剪开 这样子 清除沾黏 好 那五十肩就是深度的 深度的内部的肌肉 关节的问题 关节的问题 他到关节层 深度的关节问题 不是标浅的 所以说为什么他会痛到晚上睡觉都在痛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是很深度的 对 那这个会影响到工作的 除了这个五十肩的问题以外 我们先请这段先请 我们徐医师来把我们各种可能的肩颈的问题 除了五十肩以外讲给我们听一下 因为徐医师今天要带来很多的图表 我觉得不用蛮可惜的 一瓶帮他精心准备不用蛮可惜 所以颈神经压迫的症状的关键位置 这个可以先来跟我们讲一下吗 对 听众朋友可以看我们直播 现在有个颈神经压迫的关键位置的图表 有很多的病人他手是可以举的 他只是肩颈的地方很痛 那这个有可能是神经根的压迫 那第五第六神经根 四五六这几个神经根压迫的话 会在我们的肩部产生不舒服 所以如果角度很好 那是以这种疼痛为主的这种症状的话 可能比较多的需要考虑到神经的问题 那神经问题就可以直接到神经内科 神经外科去就诊这样子 所以很多人搞不太清楚 他到底是什么痛对不对 他有可能是神经痛 有可能是肌肉痛 有可能是骨头的问题 所以痛只是一个警讯 是一个没有特异性的讯息 但是我们通过是位置 还有他角度有没有受限 可以大略的做一个区分 所以这个是肩颈神经压迫症状的问题 那另外还有一个胸阔出口症候群是什么 这是比较压待我们的就是肩膀的被神经 从鎖骨上面下面这边穿出来的时候 那这种的特色就是他只有在活动的时候才会不舒服 而且手有可能会变颜色 就变成那种蓝紫色 或是整个酸麻 跟脖子反而比较没有关系 手会变酸麻 跟手掌会变颜色 对就是他的血流或是他的那个神经 因为手举高的关系会被骨头夹到 那这个算比较少见 可是有一些大量运动的人 或是他有肩颈部受过伤的人 他有可能会造成这样 之前也有曾经有那种棒球投手 他每次只要投到一定量的棒球之后 手就开始整个就变成蓝紫色的 因为血流流不过去 好像好像被橡皮筋绑住一样 对 那后来这种一般都需要手术的处理 比较严重的病 对啊我那天看电视新闻 那个Murray 那网球选手拿到大满贯 那很厉害的 那个奖金 奖金已经累积六千多万美金的那个Murray 那个广球选手 他不是哭吗 他不是说他已经没有办法比赛了 他已经太痛了 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再忍受这种疼痛 再继续比那个网球赛了 他说他没有一刻穿衣服或穿裤子不会痛 他说好可怜 他真的为运动牺牲到这种程度 所以说运动伤害 如果说有大量的这样子的一个运动的人 可能特别注意刚刚那个胸扩的问题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夹脊症候群是什么 夹脊症候群这个就比较常见 就是像刚刚我们做的检测角度里面 如果三个角度都不行 那就比较偏五十肩 但是有一些病人 他只有一个方向不舒服 每次都是那个固定的方向 那这种的就比较偏夹脊症候群 因为我们的肩膀有四条旋转肌肩 那有些地方他是很容易卡住的 那这些卡住就好像容易塞车的位置一样 他就每次都塞在这边 所以他每次通过那里 他就会痛一下 过得又好 那下放下来的时候又痛一下 过得又好了 这种就是夹脊症候群 主要是卡在我们尖峰谷 跟我们的宫谷的大转指中间 所以他不算是五十肩 对不对 他不算是五十肩 他是一个肌腱的问题 比较外层的问题 表浅的问题 比较外层的问题 那是表浅一点是不是比较好治疗呢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这要看他产生的原因 因为他有可能只是肌腱发炎 或滑囊发炎 也有可能是他的肩峰谷是先天性的变异 或是他有一些外伤 所以他的症状是卡住 但是原因很多种 有可能需要到手术治疗 有的人他只是消炎药就可以 也有些是要用玻尿酸去润滑他的肌腱 也是有 我们人体的问题还真多了 比较复杂一些 还有一个高荒痛 我们常讲病入高荒 病入高荒 病入高荒大概就已经是到末期了 听众朋友可以看一下高荒的位置在哪里 徐医师来帮我们解释一下高荒痛到底是什么 高荒就是在我们的肩胛骨的中间 那两侧肩胛的中间 这边常见到所谓的病入高荒 是不是我们刚才那个第三个动作 要去指导的地方 对 那个地方就是高荒是不是 对高荒穴的位置 那当然如果像一些心肌梗塞 他有可能痛前胸有可能痛后背 那这就有可能真的是 比较严重的疾病 但是大部分的我们后面的高荒痛 有可能只是磷状肌的拉伤 那像我们刚刚肩膀 如果举不高的病人 他有一些带伤心的动作 就会变成是举肩胛 他不是举手 他是举肩胛 那卷胛举的多了 我们的后背部的肌群 就比较容易疲劳 所以大部分的高荒痛 其实不是真的很病重 他只是因为肌肉拉伤 这样子 所以古时候人家讲说病入高荒 搞不好讲的就是心肌梗塞的 前期的症状 对 通常会被描述的都是那种很急的病 就是一下子 他可能一两天就过世了 那种慢性痛在后面 痛一两年的 那个其实反而不会是很大的疾病 对啊 可是现代人很多都有这种所谓的斜肩 或是说耸肩 这样子的问题 对 圆肩的问题 那这种 这种问题都会造成高荒疼痛 对 代常性的动作 因为他不是原本肩膀正常的运动机制 所以他会用旁边的肌群 有时候前面的胸肌 有时候背后的背肌 去拉抬我们整个肩胛骨 所以常常会觉得就是不舒服 OK 怪不得我们在健身房运动的时候 教练都会跟我们讲说压肩很重要 对 你做这个 你做重训的时候 你肩膀一定要压下去 不能耸起来 这个就是 不然的话你用力的位置可能会错掉 就用错力了 有时候这样子耸肩其实是用完之后 反而可能颈部会觉得很疲劳 那其实用错力 可是很多人有耸肩的问题 就是比较紧张情绪的人 他就很容易去耸肩 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自我要学习放松 你在办公室也好 最好就是要让自己的肩膀能放平下来 对 做一些简单的 和缓的放平下来 好 那我们现在要进入到另外一个主题 就是有肩颈酸痛的问题 我们要怎么样自己救呢 一般我们到复健科去 这个复健科当然在医院也好 诊所也好他有一些器材 对不对 物理治疗 或是说甚至水疗之类的 就帮我们去做治疗 可是我们出了诊所之外 我们是不是在居家上面 我们也可以在办公室 我们在一些休闲的地方 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动作呢 对 我们一步步来讲好了 我们先讲到诊所好了 我们到医院好了 您会帮他们做什么样的治疗 帮他们拉吗 您会帮他们压 帮他们拉吗 如果在医院里面 肩膀已经沾眼的病人 我们会请物理治疗师 去帮他们做一些这种肩膀的活动 关节的活动 而这样的活动 一般是比较要拉到大角度的 所以会先做一些放松的动作 会先进行热敷 电缴这些 然后之后就要开始进行 所谓的关节的松动 这种通常会过程上 会比较疼痛一点 自己不好使力 所以这有时候需要有 角度的问题 需要外力帮他压 而且我们在痛的时候 你不由自主会说 所以自己做其实是蛮难的 所以一般如果已经到疾病的状态 就是他关节已经卡住的话 可能是需要一些医院里面的治疗师来协助 自己做会比较困难一些些 所以定期可能就需要复健科报到就对了 就是要把疾病治疗好 如果要辅助在医院里面或伸缩里面的话 我们在居家上面可以怎么做 居家方面就有一些伸展的运动 那我们请李小姐来帮我们示范 对我们做一些伸展操这样子 那我们一般的伸展 第一个伸展操是什么 伸展运动最主要的目的 跟一般的运动不一样 就是它是要以关节的活动度增加为主 所以不需要动得很快 听众朋友现在有示范 您可以看我们的直播 现在有示范 那第一个动作就是我们手先摸到肩膀 然后绕着转圈圈 单臂吗还是双臂一起 单臂一起 对我们做这种关节的活动伸展运动 它的原则就是第一个比较快 然后第二个不要做太多的复杂动作 越单纯越好 因为这样子比较不容易瘦伤 缓慢的对不对 缓慢而且你要拉到底 要有拉筋的感觉 就是如果很快 可是会痛啊 所以要慢慢的做 有些人拉到一 哇 觉得痛就 没有办法再拉下去了 对 而且如果可以的话 在家里 我是在上班的场合 有一些热敷的器具是比较好 放松了之后再做这样子 我就泡澡的时候 泡一泡就起来拉一下 对对对 或者刚洗完澡 大概十五二十分钟 身体热热的时候 因为教练跟我讲说 其实身体热的时候 拉筋最好 对对对 教练讲的都蛮正确的 对对 所以我们就是慢慢的 然后以最大的角度 去拉我们的肩膀的活动度 因为肩膀它是一个无方向 就是有多方向性的关节 所以我们就是用转圈的方法 这样子是非常简单 那一般我们比较不会建议 如果已经有沾联的病人去 就是手用甩动的 为什么要摸的肩膀 因为就是减少这个转动的 晃动的力量 让它可以达到我们慢慢的效果 搞不好你去晃动它会发炎的更严重 有时候难免会拉伤 这样子 健康人是OK的 但是已经沾联疼痛的病人 其实不需要做那种大角度的动作 沾联疼痛它是不是一种发炎的问题 对其实疼痛一定是有某些地方不对劲 这是身体发出的警讯 有些是结构性的 有些只是暂时性的 那我们会不会建议病人到医院去看 一般都是用时间 你超过两周以上吃药无效的 其实就应该去找出原因了 李小姐现在一边讲 我们一边继续在试试 那关节很好所以可以做的很轻松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做这种 利用椅背来拉筋 那我们椅背只要有手可以抓住的位置也可以 那有的椅背是硬的 然后最好是有隔子状的 那我们就可以手指类似爬墙的动作 在椅背上面爬 什么意思 就是手不是直接上去 是沿着这个椅背慢慢 好像毛毛虫一样走上去 我懂了 用手指头像毛毛虫一样在椅背上往上运动 对 所以有一些椅背它是有一格一格的 那就更好 像爬楼梯这样 这个就是第一个可以提供一个稳定度 第二个让我们在做的时候不会太快 好我们已经超过一分钟了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今天请到复健科医师许佳玲 许医师在我们节目现场 同时许医师带来的同事李小姐 就是很热心的帮我们在做示范 那刚刚李小姐有示范两个动作 就是让我们自己可以在居家上面去做的 运动我们肩关节的动作 对不对 一个就是这样手这样转 对就肩膀转圈 你刚讲说是手掌要贴的肩 对不对 手掌就碰到肩部就可以 手掌碰到肩部 然后以缓慢的速度 顺时针或逆时针都可以 那主要就是要做到最大角度 然后不要太快 慢慢的这样子 OK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手指头爬椅背 对就是椅背爬墙这样子 爬上来 爬到你不能爬为止 然后你还要把背压到手指头上面 维持住 那都是以不疼痛为原则 可以紧绷感但是不要疼痛 好 那还有没有第三个动作呢 一般我们就是做这两个 那其他的部分有一些动作 但就比较需要大的空间做 好 那还有什么样 ペット可以叫我们 其他的就是包括像我们内收 就是像摸到对侧肩胛这个动作 是可以推我们的肩胛骨 就推我们的手肘的位置 对就是如果没办法直接做得到的话 就是首先往对侧肩的方向推进 然后手指手掌去碰我们的手肘的位置 往内压 往内压 往内压一压 慢慢的压到底 然后就维持住 那也许停留5到10秒钟这样子 好左右手交换吗 左右手可以轮流做 OK 然后回来的时候 记得手掌也不是要离开 慢慢的慢慢的放开 如果突然放开 拉到最大的角度的时候 突然放开有时候关节会疼痛 OK 所以放开的时候也慢慢放开 放开也要慢慢放开 在这个过程中正常呼吸 不要闭气对不对 对 其实因为这个大概要10秒钟 如果闭气的话 可能会有点点憋住的感觉 对啊 其实运动中闭气很不好 因为闭气有时候你的胸压 会可能过高 对 而且闭气就是等于你要忍耐 等于是有这样忍耐的意思 我们做这些伸展运动 都是以不需要忍耐为原则 好 那这样子 常做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五十肩的问题呢 至少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腱关节的活动度 然后可以增加我们关节内部的循环 OK 可以减少那些五十肩的症状 那有没有什么吃的配方 吃什么可以增加那个关节液 有没有 吃的部分我们如果已经就是这种肌肉关节的地方 其实就像大家常常那种亲门桃友 如果不小心骨折 常常到医院做的就是鱼汤 鸡汤 这种属于蛋白质的补充 其实是比较好 蛋白质的补充 对 就是不需要特别去买很贵的保养品 那其实只要蛋白质够 那平常有运动的习惯心肺功能够 我们可以把这养分送到我们受伤的位置 它自然修补能力就会上升了 OK 好 所以修补能力跟我们人体吸收养分跟摄取养分有关系 对就是我们先吃进来 然后有很好的心肺功能把它送到我们的受伤位置去 这样子 好我们今天看直播快破300 快到300 很热门 好那我们就来回答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 第一个我们听众朋友问说 长辈有五十肩不敢开刀怎么办 那就复健嘛 对不对 对就是两个选择 一个是复健 一个就是做这个肩关肩膀扩张术 这样子 微创的方法 好那你比较建议是 我们建议还是从非侵入性开始 至少做一个月的复健 那如果有明显进步的话 就以复健为主 如果做一个月都还没有办法改善的话 我们所谓的复健是 你一个礼拜只才要去两三次 一个礼拜去一次 那个就是可能频率太低了 那如果超过一个月以上 没有明显效果 那可以考虑微创式的方法 如果微创式再不行 才考虑手术的方法 好那另外有一个问题 婆婆有朋友五十肩 怕痛不敢开刀 有比较好的治疗方式吗 其实是同一个问题 对 好那另外就是测睡 他说测睡会造成肩膀受伤吗 应该是肩膀已经疼痛了之后 睡觉会让他更疼痛 但是不是睡出来的疾病了 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 人体自然会翻身 对 其实你没办法同一个姿势维持太久 那睡觉不会睡出病来 我们都睡那么多年了 床部会不会有床垫啊 这个是不是会有柔软度的问题 有些床太软了 对脊椎啊或对肩膀会不会不好 对 其实如果是柔软度很好的人 他是不需要去选特别的床垫的 但是如果已经在疼痛了 或是我已经脊椎关肌炎 或是我已经五十肩 这时候一个适合的床 可以减少这个症状 但是不是说好的床垫就一定不会痛 我们有的病人来之前 那种几十万的床啊 一个五千八千的枕头买了一大堆 但是他是疾病状态 就不是健康状态 那你不可能靠一个床来治疗疾病的 好 所以不是睡那个五十万床垫就会 病就会好了 对他可以舒服 但是他可以让一些疼痛减轻了 但是他不会让病好起来 哇五十万床垫 我很想躺看看 ok 好一个枕头八千 好 那另外就是复健会不会很痛呢 如果已经沾黏的蛮严重的话 在刚刚讲到医院去被物理治疗师 做这个松动术的时候是会蛮痛的 所以会还是会要痛 对还是会蛮痛 ok好所以忍耐一下了 那另外有跑步习惯的 跑完膝盖就痛 这个跟今天主题比较没有关系 不过这个您可以还是回答 如果有疼痛的话一定要先治疗 那膝盖本身跑步会伤膝盖 这个是没有非常明确 就是你是正常在跑的话是不伤膝盖 但是你已经在痛了 就不应该勉强跑 应该去把疼痛治疗好之后 再恢复跑步的习惯 跑步对膝盖并不一定不好 因为肌力可以强化 好那有没有打肋固醇的治疗方式呢 打肋固醇的话一般都是建议在急性的拉伤 比如说我就是很明确 我就是拉摩车的时候滑了一下 我就是遛狗的时候被拉了一下 这时候有一个单一因子的 我们把它治疗疼痛它就好了 那如果是沾黏柱 如果是肌腱撕裂伤 如果是夹起症状群 你只有打肋固醇止痛那是不够的 好那照远红外线有用吗 远红外线可以让我们的皮肤跟肌肉放松 那这些问题都 我每天病人都在问了 其实还蛮实用的 那红外线这种 跟一般我们在医院弄热敷 或是用热毛巾 这个差别就是 这种是属于肝热式 肝热式的好处就是方便 它不需要有这些糖糖水水的东西 但是坏处就是你不要太频繁 一天你不要超过三五次 一两次就好 颈椎第五节骨刺 导致双肩痛 颈子左右转都会痛 那双手举高没有问题 做附件黏鱼未改善 这个 如果已经确定是颈椎的压迫 因为如果是椎间盘突出 压到双侧的 这可能比率小于百分之五 所以双侧的颈椎痛 不一定是椎间盘突出压到 他说是骨刺 骨刺去压到双侧也很少 因为你同时压到两边 这是比较少 所以也许要看看 是不是原因 如果已经做附件一年的话 应该考虑侵入性治疗 好 这个问题很多 另外就是 老人家是不是睡硬的床垫会比较好呢 因为筋骨痛的关系 所以他如果太软的 他可能没有支撑力 他会不舒服 一般我们在建议老人家 都是榻榻米 上面加一个大概五公分的软垫 有那种橡胶乳胶垫 或是一个软的那种被子 这样子的支撑度刚刚好 而且也比较不会引起那种骨突出的疼痛 好 这个对不起啊 听众朋友你们问题实在太多了 我没有办法帮大家全部完 谢谢许佳玲医师 谢谢 谢谢 谢谢